仔细听着志工讲解 新北市议员陈怡君边学边做 折种叶包内线 接着在榜上面绳 过程看似流畅 没想到下一秒 包粽子初体验 就遇到粽子歌不给力 完全hold不住 还好一旁志工眼明手快 赶紧护种 完美化解脱逃危机 粽子搞不定没关系 开心最重要 庆祝端午节 新店下层社区志工妈妈 一大早就来备料 香Q的糯米 搭配入味的三层肉和香菇 光看就让人口水直流 我们有传80件的米饭 就百花斤的肉粽 差不多四五百粒的肉粽 让我们这些老人 自己包 妈妈带大家带回去 共享 有这个乐趣 所以我们每年都 有保守这个节目地 边包粽子边画家常 社区举办活动 就是希望号召理念的长辈 外出动一动 关心彼此的生活状况 笑容长挂嘴上 这群志工妈妈们充满活力 也是创意十足 把要分送给李明的保鲜膜 摆成香鱼造型 凸显在地特色 出来他慢慢地 跟这些李明在家互动 他就觉得说 我去那里比较好 我去那里比较有朋友 比较有人关心 参与活动 让社区长辈们变得开朗 也是下层社区 能成为社区 评鉴常胜菌的关键 提前庆祝端午节 不只种飘香 更多了一股人情味 开播到台北数位新闻 邱世民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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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